暗夜发生大火火场里的家具杂物被移出 棉被全黑堆在一旁的婴儿车 可能就是死者小儿子曾经的代步工具 从火场被搬出没了主人 起火点隔壁住户忙着善后 原来这附近的居民不只是邻居也是亲戚 这起火警夺走四条人命 温暖家庭一家八口无法再团聚 老邻居和这家相处了四十年 就像一家人无法接受恶号 这一家人相处融洽 没想到被无情恶火给拆散 家中除了有七十四岁的陈姓阿� 还有五十八岁的女儿三十岁的外孙 其中一个儿子平时经营资源回收场 还有五十八岁的女儿三十岁的外孙 其中一个儿子平时经营资源回收场 原本只有两个孩子四年前意外喜获老妖 对他特别呵护在别人眼中是个温暖的好爸爸 但发生意外之后回收场门口 写着家有丧事暂停营业 让人鼻酸 回想起和这家人相处的过程 老邻居也都相当不舍 但这把火到底从哪里来 火调人员进入屋内仔细采证 找出起火的原因 屋内神明桌严重叹化 很有可能就是起火点 家属也不排除可能是神明桌使用的灯具 电线老旧才会起火燃烧 加上神明桌就放在客厅 离门口不远 无法逃生 才会酿成似死悲剧 新北市府先发放五万五未问津 副市长刘和然请指导医院交给家属 各局处也将提供灾害救助 以及伤葬事宜 一场火警一家八口只剩下四个人 恐怕再多的时间都无法带走伤痛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